谢谢主席 这个部分跟您有一些一线交换 我先把今天我们要处理的这个相关的基金 跟你询问几个问题 第一个 现在的水库 尤其是什么水库 基本上它是提供了整个北区的用水 北区的用水 那我们现在在推这个桃源航空城 预估会有26万的人口进入 不管是就业也好 或者是相关的这个延伸的产业 总共有26万的人口 那么你未来对于这个大台北区 尤其是北北两个直辖市 又加了一个桃源市 将近四分之一以上 还是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 集中在北台湾 它将来的水到底要怎么供应 你们有没有位于筹谋之际 能不能请那个养苏长 二要做个说明 简单的简单讲就好了 首先当然就是希望把目前 石门水库的供水量能够稳住 所以现在石门水库在改造当中 另外桃源航空城跟未来这个地区的 用水的需求 在产业面的部分呢 我们有规划了海淡厂的计划 海淡厂的计划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计划 目前正在进行当中 就是翡翠水库跟石门水库 两个水库的联通的计划 我们叫做版新二期改善工程计划 目前这个计划正在进行当中 未来是翡翠水库跟石门水库之链的运用 我只问你水够用吗 到时候水够用吗 翡翠水库的水源过来够用 工业要用水 航空船要用水 民生要用水 你的水够用吗 所以民生的部分呢 是由翡翠水库跟石门水库 两个水连通应用 工业的部分 未来我们希望用再生水 够用 用翡翠水的水过来是够用的 OK 这个话要负责任的 到时候不要到处缺水 那产业的部分 我们是希望用再生水 就是水的回收利用 再生水 是 包括我们现在 水就是回收 海淡厂的部分 也是属于再生水的一种 OK 好 那个 核侯端 核侯端我只问你一个问题 我们直密有那个 您直密一起问 好 那个执行长 执行长一起过来 执行长没有来 有有有 有那核侯端那个执行密集 好 我只问你的问题 你们长期 一直想对这个 蓝鱼的这个核费场 进行减诊 进行减容 我刚刚在听部长的报告 特别把减容 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 但是我看到减容 根本就没有做什么 到现在位置有没有什么成效 我是不是请那个 好 简单的告诉我 我想所谓减容 指的是我们在核侯端有 可能店长有风化炉 还有那个高压的压缩机把 一部分可以燃烧的把它燃烧掉以后 我现在讲蓝鱼你不要讲核侯端啊 蓝鱼没有 有啊 你们 你们核侯端基金 在蓝鱼有在进行减诊跟减容的作业 但是几乎没有没有什么进度 没有什么成效了 各位委员报告 减诊的计划已经完成了 那减诊是完了 减容的话实际上是在核林店长那边来进行的 那个你是秘书长是不是 102年度主要业务计划 第二 第一 放射性废弃物减容处理 他是讲哪里 讲核二厂吗 还是讲蓝鱼 那个地方是讲核能电厂的部分 那你要讲清楚嘛 核一和二和三厂的部分 但是 蓝鱼一直都在讲减容 只问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报告委员可能我们写的不是很清楚啊 蓝鱼我们是做减诊的机 我知道减诊做完了嘛 减容也 从几年前就在讲减容啊 不是他有一些已经固化了 就装在桶里边 那个是减诊啦 对 所以那个没办法再做减容 进一步减容的 可以的 这个用高温来处理 或者其他的方式处理是可以减容的 那个博丘啊 有这样的技术可以减容的 好谢谢委员 我想有关于这些已经固化的 如果做减容 技术性研究 我们来研究一下好不好 谢谢 人家欧美国就早就在做了 好不讲了 不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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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定要呛下才会成事吗 你有没有被呛过 应该有 你昨天有没有被呛 我昨天在现场 对啊 你有没有被呛了 应该有 应该有 你也有被呛到 应该有 所以你那种感受 你应该会有一些想法 说我们怎么样去改善我们的环境 刚刚高委员跟你讲了 你都没有请劳工 你说有 不然怎么进到会 这个产业 我知道 我要看到 产业啊 当然不单单是 这个企业 也必须要有劳工 现在仍然了 我们又回到了 我上次跟您沟通的 就是说 经济的发展 碰到了两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就是劳工跟环保嘛 今天我们看到报纸 李红元在台东 李红元部长在台东 台东大学演讲 又特别提到了美丽湾的事 以及环保的事 今天我们也看到了朱立伦市长 在他们的会议里面提到了 我们的这个检调啊 动不动 就把公务员送去做调查 造成了人人 这个寒蝉消息 谁也不敢动 干脆就不做事 那我们 昨天也听到了这个血汗经济 他不是说血汗工厂了 他说血汗经济 就是刚刚讲的22K嘛 用非常低的 这个薪水 让他们加班 让他们过劳 所造就的一个经济成果 就是血汗经济嘛 你看了那么多的说法 不晓得你有什么敢想要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再创台湾的第二村的这个 这是为什么说我们会开这个会 使用灵济国人的共识 来装 再造经济成长的引擎 当然 媒体的报道 因为有还团 劳团在会场里面 有一些意见的表达 所以他把焦点集中在有关工作的问题 有关环境的问题 上次会谈的 范围很广泛 从新兴产业 谈到贸易 谈到传统产业 谈到三页四化 是 范围很广泛 就是目的有一点 希望抬高 整个台湾的产业的附加价值 OK 台湾产业 价值能拉高 大家就有比较好的工作条件 就有比较好的工作的心智 这是我们大家所乐意努力的方向 这是正面来看 是这样的 那个部长 那我们来看 昨天谈的经合会 我们先看台湾的环境好了 这个大环境 不论是中国大陆推的RCEP 美国推的TPP 所以现在 这个区域整合 是一个趋势 是的 这个东东西 嘉恩也要推广 中日韩FTA要推 台湾的台湾的环境处境 是非常非常的危急 所以我们急于推ECFA 急于推ECFA 那现在ECFA跟 最大的挑战 就是中日韩的FTA 那我们以前期待 ECFA能够大于 最起码要等于 FTA 但是我们现在看起来 是小于FTA 所以我们才会积极地 跟他们谈 我们作为谈判的团队 目标很清楚 两岸ECFA的服贸跟货贸 一定要谈得比 对岸跟日本韩国的FTA 要更好 而且要更快 这是我们的任务 但是现在看起来 环境不是这样 我们好像挺劣势 不会吗 我们不会 没有信心 我们非做到不可 OK 因为现在我们跟大陆 这个整个大环境改变了 国内的政经制度 也改变了之后 过去我们可以复补 但是现在基本上 已经是进入一个竞争的 一个时代 了解 我们过去一直想垂直分工 现在不是 是恶性竞争 重复投资 你那边也投资 我这边也投资 其实可以好好坐下来谈 透过ECFA的机制 透过后期的协议的一个 为什么会有金额会 会有产业合作论坛 大家坐下来好好谈 针对两边有竞争的议题 好好交往意见 对 这就是我们在设计这个 整个机制的目的 所以部长你认为台湾的优势还在吗 比如说人才我们赢吗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台湾的优势 事实上大家也许舒服了很久 事实上还在 还在 台湾的创新 创新 在世界还是居于领先的 嗯 台湾的聚落 用叫clustering 嗯 就群聚效应 中小企业的庞大 它的周边的关系 是叫群聚 世界上还是领先的 是 这个对于我们的竞争力 都是不可或缺的 OK 那我点几个项目好了 人才我们赢吗 我相信一般来说 以台湾人力的数值 在整个亚洲地区 算是不错的 会我们赢 科技我们赢吗 我目前刚刚提到 科技跟创新有关系 OK 我们创新评价是很高的 我们也赢 我不能说赢 但是呢 我们相当不错 好 因为国际化的 国际化的程度 国际化程度 就刚刚委员所提的 我们现在 要努力去打开 我们FTA ECA 让我们跟更多的国家 签既有贸易协定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 国际化会做得更好 但基本上 台湾的企业界 企业界 是相当的国际化 国际化和自由化 是连结在一起的 了解 你觉得我们还是优势吗 我跟委员报告 台湾企业的国际化程度 相对是高的 高 但是国内的 自由化的程度 就要看我们在谈 一些过程里面 怎么去做 调整 做我们该做的工作 我们国内的政策的灵活度 过吗 环境这么多变 我们有没有足够的灵活度 政策的灵活度 可能有检讨空间 有检讨的空间 我相信 这个是很多人在关注的部分 有检讨空间 那么产业的敏感度呢 我个人觉得 台湾的产业是 民间企业 非常敏感的 民间企业是 民间企业是 非常非常敏感 那最后我们就谈到 我们的品牌 当然我们这几天看到了 HTC又特了一个butterfly 真是 也许提振了很多人的 这个对台湾品牌的 一个重新认识 你觉得我们台湾品牌 赢吗 我跟委员报告 这几年 台湾品牌 假设有所谓的品牌价值的话 逐能再提高 除你刚挑HTC之外 像Acer Azus等等 还有其他Giant 这世界上都有它的知名度 所以整体来讲 台湾的国际品牌 知名度 是逐能在提升之中 OK 最后一个就是 我们制造业的附加价值 到底有没有提升 有没有 这几年是往下跌 是啊 所以附加价值没有创造 当然我们的经济就会停滞 我们要往上走 往上走是包括几部分 要发展新型产业 要做比较高端的生产制造 要做服务行销 要做国际品牌 跟我们刚刚讲方式一次的 能够朝那边做 我们就能够更高的附加价值 我们真的希望看到有更好的一个策略 能够再让我们的动能提升了 不然我们刚刚讲经济动能 到底动了什么 能了什么 我们不知道 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谢谢主持人 这个最后一个问题 肖万长副总统啊 过去曾经推一个大中华经济圈 还是大中华经济共同体 有没有 好像叫两岸共同市场 我假设民主场没有记错的话 叫两岸共同市场 是大中华经济圈 那我们现在如果能够促成大中华经济圈 包括中国大陆 台湾 港澳 新加坡 包括马来西亚 有十分之一的华人 也算是华人的经济圈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市场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昨天开那个产业发展会议 中间有个结论 因为大家都被这个环境跟劳动议题 把它这个这个这个聚焦过去了 实际上有个重要结论是说 要研究设立一个类似华人消费研究中心 就是啊 就这个意思 就这个意思 对 你觉得这个是可行吗 你认为 我觉得可行 可行对不对 因为华人的数目真的很大 因为 不只在对岸 也在东南亚 也在其他地方 那消费能力越来越强 它的消费特性 所以针对 就跟针对回教徒一样 在我们整个大环境非常不利于台湾 然后限于孤立的这个时候 我们来推一个大中华经济圈 是适当的一个timing 我想重视华人消费市场 应该是我们该做的工作 这是我们在努力的方向 所以我们才有类似 华文电子商务 透过电子商务 来跟所有讲华语的人 共同沟通 所以你同意这个两岸市场也好 大中华经济圈 是台湾的活路 这是我们该走的方向之一 但不是唯一的一个 因为市场真的很大 这个我们了解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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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